那做机器学习呢 它有一些标准的程序 第一个步骤呢 叫做前处理 然后呢 我们这边只做标准化 因为那个不同的尺度 所以把它变成一个军医 那完整的话呢 基本上呢 有其他的 比如说资料不见啊 哪有类别资料啊 怎么办 那基本上呢 会在机器学习教 那第二个步骤呢 就是把你的资料呢 区分成 我们这边呢 是一个训练的资料 一个测试的资料 所以基本上呢 机器学习呢 是要利用所谓的训练资料 然后呢 建立一个数学的模型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测试的资料呢 当成呢 你未来要在真实世界使用的 未知资料 然后来做预测 那因为呢 我们知道答案了 所以呢 我们可以去比较一下 测试资料的性能如何 这个是整个这个 机器学习的几个大的步骤 我刚才讲过了 详细的步骤 要去看 这个机器学习的课程 接下来呢 我们前面呢 利用读进来的 这个Pandas呢 去看它的描述 它的这一个 所谓的这个 统计资料 它跟你讲的 人口百万为单位 有 这个21个 平均值标准差 最小 25% 50% 75% 跟最大的值 那这边呢 每一个变数 比如说你的电脑销售量 它的解释呢 跟 这个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数值会变化 那我们这个资料集呢 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考虑的是 这个所谓的 都是数值资料 接下来呢 我们呢 从你的这个销售的资料 得到第三个 到这一个 三个特征 然后这是你的Y 只不过各位同学 特别注意到呢 这个本身呢 是一个Pandas 然后读出来 值的时候 就变成一个浪拍 那一般而言 是不需要这么做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会产生一个Bug 我花了好几个小时 才找到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 这个寻找的过程中 其实花了好几个小时 在短短的 这个一行程式 所以这是说 我其实老师们 别没比较聪明 只是很努力 然后才有办法解决问题 好 接下来呢 我们从SK Learn 这个是Python 机器学习的模组 然后它的一个 套件呢 叫做前处理 然后呢 把这个Standard Scaler呢 这个函数呢 给它叫进来 那各位同学 特别注意到呢 这个标准化的方法 有很多 我们这边介绍的标准化呢 是Z值 就是减调平音 除上标准差 就是各位同学学在学的Z值 所以呢 首先我们宣告一个物件 叫Scaler 然后用Scaler这个物件 然后呢 呼叫Python的这一个 这个Python的这个函数 叫Fit 然后这个是你原始的资料 然后Fit完之后呢 经过转换 所以基本上这两个都要做 做完之后呢 你就看到呢 基本上呢 这个就是你转换之后的 X的资料 然后它是以0为基础的 然后呢 负的值代表收在平均值的左边 正的值代表到平均值的右边 接下来这个步骤呢 就是把你的资料集呢 给它做 这个Split 那这边就跟你讲说呢 这个呢 有一个叫训练集合 就是用来建立数学模型的 然后呢 第二个步骤呢 叫验证 我们这边没有教 在机器学习才会教 验证的目的是要去调整呢 你呢 这些里面的一些所谓的超参数 模型的超参数 那以线性回归呢 这个超参数呢 就是前面的系数 那你的测试资料呢 就是说 跟你的训练资料呢 是独立的 但是呢 一般而言要 遵守相同的几率分配 那如果没有的话 真实的情况也会这样子 那比较复杂一点 超出我们正门课的范围了 所以基本上呢 这个概念就是说呢 我们呢 现在做的是两种 有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是训练跟测试 这是最简单的 我们现在先做这样子就好 然后呢 更复杂的 要做训练完之后 要去做验证 验证完之后呢 才是你的测试 所以呢 我们销售量的这个资料呢 是21笔资料 要有7个特征 7个栏位 应该这样子讲 好 那SKLEARN基本上呢 就是Python的机器学习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 叫做随机洗牌 那随机洗牌的这个图片 是来自于这本书 就是说 这个是我们原本的资料集 所以我们利用所谓的随机取样 变成一个训练跟测试 这个在统计学也会讲 就是说你在做所谓的这个 问卷调查的时候 要用随机取样 然后你做出来的时候 才会比较这个具备 良好的统计特性 甚至因果关系 这个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所以呢 一样我们用SKLEARN的模型选择 叫进来 训练跟测试资料的分开 所以呢 这个是你的X 这是你的Y 所以测试资料30% 训练70% 那RandomState的目的呢 跟前面讲的那个RandomState的概念是一样 也就是说呢 你呢 如果有给它一个RandomState 你做取出来的这一个样本呢 它会是一个乱数 但是呢 两次做出来的实验呢 会是一样的 好 好 那你的训练资料呢 就是这个原本21笔嘛 70%就是14笔 它会往下四手入路 所以是14分之3 那这个是你训练资料的 前面两个RAW 因为刚刚我们前面讲过呢 Python 这个不包含第二个RAW 所以是第零个RAW 第一个RAW 然后这是你的Y的训练 两笔资料 所以呢 你的RandomState呢 就会说你每次 如果你RandomState S2的时候 你这个第一笔呢 永远会是 萃取出原本的Y资料的第15笔资料 然后呢 如果你这个RandomState改变的时候呢 你萃取的第一笔资料呢 就会跟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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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跟着改变